我家去年买的公鸡长大了 现在在开始跟老母鸡争夺地位 这只黑色老母鸡当了这么久的老大 一点都不服输 因为这个公鸡是刚长大 不管是从力量还是战斗经验 都不如这只黑母鸡 现在已经落入下风了 打了十几分钟 这只公鸡有点体力不支了 在这个鸡群里面 其实是母鸡社会向父系社会的一个转变 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成功 但是早晚会成功 这只公鸡的话还会越来越大 这边有一只黄色的母鸡 它一直挺喜欢这只公鸡的 平常看它们在一起 你看 它现在开始帮公鸡了 从上午打到中午 这只公鸡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最终有两只母鸡愿意跟随它 现在它们三个形影不离 其中就包括刚刚帮它的黄色的母鸡 还有另外一只胆子最大的黑鸡 这只黑鸡不是刚刚打架的那一只 刚刚打架的那一只是黑色的机关 这一只是红色的机关 只要母鸡跟随它 这只公鸡就会一直保护它们吃东西 然后找到好吃的也会叫它们 不知道这只地位最高的母鸡 是不是跟这只公鸡又打过架 我发现最近它们俩经常在一起 关系好像缓和了 或者说它们的地位已经确定了 这两天 这只咽掉的鸡 不知道为什么也跟它打起架来了 可能它身体里还残留一些战斗的意识 不过也就是意思意思 公鸡的行为还是很保护母鸡的 母鸡吃东西它就在旁边守护 但是公公鸡呢 它吃完了就在旁边溜达 它只顾自己 所以它其实长得比公鸡大一点 只是机关比较小 这也是我们这边为什么会把公鸡腌掉 一个是腌掉了 它长得肉特别快 还有是腌掉之后 它不会跟公鸡打架 这只宏观的黑母鸡应该是要下鸡蛋了 它现在在到处找适合铲蛋的地方 这个公鸡啊 它虽然自己不下蛋 但是它很清楚在哪里下鸡蛋 它把这只母鸡带到这个下蛋的铲房门口 这就是刚刚那只下蛋的母鸡 它胆子最大 去年它到处拉屎跑到房间里面来 我那个时候打算把它吃掉 我妈说这样的气要留着 比较好养活 以后敷小鸡仔的话 它保护欲也会强一点 哎哟 用脚蹬我 力气挺大的 最近这只麻黄色的母鸡 它想敷小鸡仔了 天天咕咕咕的叫 旁边那只黑色老母鸡下鸡蛋 它硬要在旁边挤着它 别人下鸡蛋它就帮别人敷鸡蛋 你看这只白色母鸡在下鸡蛋 它也在旁边敷着 不过第二天 这只想敷小鸡仔的母鸡 被我大妈抓去了 给它架敷小鸡仔 春雨贵如油啊 原本枯黄色的土地 也开始犯绿了 夏文宇这个草长得太有意思了 篱笆里面的草 很茂盛 篱笆外面的草 都被鸡吃得长不起来 好久没有拍到粽子跟他妈妈在一起 让我想起来 他小时候被他妈 还有他哥哥欺负的时候 村里暂时还没有人养公狗 真希望村里还有个人养公狗 这样让粽子有个帮手 免得每次去别的村 都被别的村的狗欺负 春天到了 颜色是越来越丰富了 这些植物啊 真是令人羡慕 它每年都能体会一次青春 我们人就不行了 只有一次 这几天我家的猫又没回家 但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 他大概率应该又是去逮老鼠了 毕竟春天到了 老鼠也开始出动了 中国节气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经浙这几天 你就感觉到身边的万物都开始苏醒 包括我家的乌龟 我觉得过两天可以开始喂他吃东西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经浙的当天晚上 一般都会有闷闷的雷声 反正这两年我都有听到